现在已经是午餐的时间了 可是呢 面前大家看到的任何食物都无关 我的食物在这儿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有 四颗鸡蛋 当然不是一餐把它全吃掉了 这样太恐怖了 四颗蛋黄就有点太多了 还有一个水煮燕麦 其实比如说我去燕麦呢 我有可能会放一些豆奶 可是因为我等一下要表演 所以我想让我的嗓子可以最干净的状态 所以我就只用水来煮 你问我是不是只吃这两个 对 现在我只吃这两个 因为我等一下要表演 所以我要减少任何可以让我的嗓子 发生任何奇特的问题 表演之前我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今天我的午餐只有燕麦跟鸡蛋 但大家点这些会不会过分的一点 其实我觉得还好吧 你看这么有 我都不知道怎么吃呢 平时如果我要吃这些 我都会放一碗热水 然后涮一下 不会因为看到别人吃的时候感到肠吗 其实我会的 因为你现在这边没拍到零食 你转过去这边其实有好多零食 那以为我就不给你客气了 我的理论是365天一年 你有65天是不健康的 其实没太大关系 所以我每次吃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 今天就是那65天了 今年65天还剩多少余额 其实我并没有穿